技師等待輪胎充氣 悠閒的左顧右盼 沒想到碰的一聲 輪胎突然爆開 冒出白煙 男子被彈飛 痛在地上打滾 爬不起來 路人目擊驚悚畫面 趕緊呼救 救護車來了 受傷的修車技師就坐在路邊待員 他雖然意識清楚 但走起路來一搏一搏 送醫檢查後 幸好只有肢體擦傷 腹部疼痛耳鳴 沒有生命危險 上午八點多 股性修車技師到台延 通宵經驗廠幫大貨車換輪胎 卻疑似充氣過度 導致胎內壓力過大 才會爆炸傷人 事發現場留下破洞的輪胎 警方也趕緊到場處理 幸好意外當下沒有路人經過 否則傷及無辜 後果不堪設想 而警方研判 修車技師還很年輕 才21歲 可能是經驗不足 一不小心氣衝得太飽 又或者是輪胎問題 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彭正名詢問 李雲杰 苗栗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